大家好,我是翠花 这几天,东北的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0多度 和零下20多度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东北猫冬就是吃和玩 玩,咱们每天都有冰雪项目 咱们吃也得要吃好 哎呦,有点难吃药 这是,这个排骨也吃了 这个小鸡和大鹅人少还吃不了 来块猪肉 哎 这五花三层肉,你说就适合怎么吃呢 红烧肉,安排 东北吃点啥,必须少府商聚啊 这么大条的肯定是吃不完的 咱们拿下来一半吧 哎 哎呦,哎呦 看看啊 开了 没看出来 哎呦 哎呦,我只剩这么点,我还拧不开它了 好 还剩一点放冰箱里,留着灰酸菜 哎呦,这个 ahh 哎 嗯 哎呀 哎呦 肉已经打五管上了 红烧肉烧粉条 把这粉条搁温水点 泡辣点 没了 红烧肉 太长了 从中间切开 这个嘎的是什么 你有点费缩 只要你一切肉 它准时出现 把这铁给它烧一烧 咱开切喽 大点块 来点葱段 大片的姜 锅中少倒一点油 来把丁糖 咱们熬个糖 咱们熬个糖色 生抽 来点老抽 咱们一定要放点 炒着 加开水 炖红烧肉 还得是砂锅炖的好吃 等下水开了 灌锅 然后加食盐 盖盖 炖它一个小时 必须炖烧烧烧的 今天解锁个粉条新吃法 把这粉条泡好之后 用开水给它煮熟 给它煮熟 我们捞出 放冷水里 给它过一下 用冷水过一下的 这粉条就变得透明了 再把这水 凳出去 人家做的粉条 为啥颜色 那么好看呢 咱今天也做一下 给它拌点料 腌一下 小凉菜 好吃还解腻 切菜不搁肉 就搁大火腿 豆芽耳焯火腿 看看啊 这红烧肉 哎呀 入嘴鸡胯 那才就好 把粉条 就放进去 让它煮开 出锅了 老烫了 我看出这粉条 一点都没烂 一锅大米饭 今天这个菜 那必须得 来上它凉碗饭 这得相当相当的香啊 这用那个东北老话说 这菜 你要是不喝点酒 那真就是 白虾这菜的 开饭了 这粉条 颜色一下就上来了吧 得上了 看看啊 这红烧肉 这红烧肉 一点都不腻了 我还来块肥的 来口饭去 要想解腻 就来小两套 这总是他纯瘦的呀 这粉条这么做是不 行 这样是就给粉条上个颜色 就来块儿盆水的 尝尝 嫩不嫩 嗯 入口句话 等会儿 咱咱酒 为啥不香菜呢 一个是冰酒 一个是蓝莓酒 嗯 两个的口感有差距啊 看看这 这粉条稍微烫宽点 来点豆芽 红烧肉炖粉条 这也是比较经典的啊 这也配点蛋饭 小门腻 这个肉吃的必须啥五八三成啊 嗯 真烂不辣 粉条筋头透明还不舍 讲一口 老�elo 过咱们 有点 好